下了四个蛋 这边两个 大家都知道母鸡能下蛋 公鸡能打鸣 鸡肉和鸡蛋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 也是一种文化和传承 十二生肖和成语故事里就有鸡 你吃鸡肉和鸡蛋吗 那么一只母鸡一生能下多少个蛋 鸡的寿命是多少年呢 俗话说 鸡无六载 犬无八年 意思就是鸡的寿命大概就五六年 但是呢 这也和鸡的品种和生长环境有关 据说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一只鸡活了十四年 还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我们超市里经常见的肉鸡 生长期大概四十五天左右 寿命差别太大了 鸡的命运真的不同啊 来 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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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度均占了 这跳起来有啊 今天能下八只蛋 一只母鸡长到四五个月就可以下蛋了 母鸡下蛋是不需要攻击的 一个鸡蛋的形成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鸡呢一般来说是一天下一个蛋 也有个别的鸡 一天能下两个或者是三个蛋 一年大概可以下250个左右的鸡蛋 但是它第三年呢产蛋量就下降了 它的一生啊大概可以下一千多个鸡蛋 来来来 你们去找呢 给给 每个都吃一点啊 鱼路均占 来 鱼路均占 别抢 别抢 来 别抢 它也是鸟啊 它禽类子 这里头是玉米 瓜子 高粮 和那个好像还有小骨 骨子 稻子都有 人类养鸡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 现今人们养鸡的主要目的是吃蛋和吃肉 一般人养鸡都喜欢养母鸡 因为母鸡呢每天可以下蛋 等它不能下蛋的时候 就可以熬成鸡汤喝 鲜美的鸡汤 细嫩的鸡肉 既有营养价值 又能满足人的味蕾 鸡对我们人类的贡献真是太大了 这是在楼梯的豪宅 Budder Room 卧室 沙土给鸡洗澡的 这边是鸡饲料 然后这是水盆 鸡对食物是不挑剔的 剩饭 剩菜 果皮 还有菜叶都是它们的食物 它们最喜欢吃的是一些小虫子 还有地里的蚯蚓 回馈给我们的是每天要吃的鸡蛋 希望这些鸡 在这个宽敞舒适的环境中 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